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公读圣入家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 若是,荷玛丽亚按照没事的法律,到了取节的热期,便带着孩子耶稣上耶路撒冷去。 把他献给上主,就如上主的法律记载的。 凡是投胎的男孩都应奉献给上主,他们也依照上主的法律的规定献上祭品, 就是一堆斑鸠或两只屯鸽。 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莫昂。 这人是虔诚的义人,一向期待着伊斯列的安慰者来到, 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 他曾蒙圣圣启示,直到自己在去世以前, 必将看见上主的受负者,基督。 他在圣神的感动之下,进入圣殿。 那时,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正走进来, 要按着法律的惯例,为他行礼。 西莫昂就双手借过他来,赞美天主说, 上主,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 因为我已目睹你为万民准备好的救主。 就是启示列邦的光明, 亦是列子民的光荣。 孩子的母亲听到关于耶稣所说的这些话, 非常敬意。 西莫昂祝福他们, 并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 听着,这孩子已经被选定。 他要使伊斯列中许多人跌倒并兴起, 并将成为人反对的目标。 你自己的心也将被一把利剑刺透, 这样使许多人心中的意念被透露出来。 又有一位女先知安娜, 是阿希尔支派法努尔的女儿, 已经上任联系, 结婚后和丈夫住了七年, 就寡居了, 直到八十四岁。 他守栽祈祷, 周夜侍奉天主, 没有离开过圣殿。 就在那时候, 他也前来称谢天主, 并向所有其他耶路撒冷的 救赎的人, 讲论这孩子的事。 耶稣的母亲按照上主的法律 办完了这一切, 便返回加里勒亚, 到了他们的本镇纳扎勒。 耶稣孩子渐渐长大, 强壮起来, 充满智慧, 天主的恩宠藏在他身上。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各位亲爱的主女姐妹们, 这个福音章节呢, 是一篇十分长的一个福音章节。 可是我们先把他格子在一旁吧, 让我们来谈谈一些 关于到华人的传统习俗。 你们活了这么久, 有没有听过抓州的这一回事呢? 哦, 有些人有点头耶。 呃, 年轻人也有听过啊。 你知道抓州是做什么东西的吗? 这个时候呢, 也称之为市州或者是市儿, 是一种华人, 民间流传已久, 小孩子一岁时举行的一种, 次世前途和性情的礼仪。 这一天呢, 家长会把小孩呢, 安置在岸上或者是在地上, 在小孩面前, 成立文具、玩具等各式小物品, 令其端坐, 不计任何诱导, 任其挑选。 根据所抓的物品来测试宝宝的兴趣, 爱好, 以及将来可能从事的职业。 此礼仪充满家庭游戏性质, 是一种具有人人味, 以育儿为追求的信仰风俗, 也在客观上呢, 检验了父母亲是如何进行小孩的启蒙教育。 如今不少地方呢, 当孩子满周岁时, 任有这个抓住的习俗, 但已经没有以前的那种迷信内容, 纯粹只是一种游戏而已, 以助孩子周岁欢热之性。 所以呢, 这个流传的那个文化呢, 是听说是来自三国期间的, 那时候很像有一个宰相呢, 想要去试探一下到底他的那个孩子的未来是什么, 就正好呢, 很像如果没错的话, 不只是第二个儿子, 还是第三个儿子, 抓的那个东西对吗, 是跟执政有关的, 所以他其实很高兴, 就要把这个宝座给了他, 可是过后又起了很多争议了, 所以那个故事简单来说, 就是从那里开始, 可是呢, 我们知道当小孩子开始开心, 那时候抓的那些东西对吗, 以前他们会给一些意思给这些东西哦, 就比如说, 如果那个小孩子抓了一个小小个的钢琴, 哦, 可能这个小孩子以后有音乐天赋, 或者是如果这个小孩子抓到了毛笔, 可能这个孩子未来会成为作家, 或者是画家, 如果拿到算盘子的话, 你知道这个小孩子应该是很会算的, 可能以后会经上等的一类, 所以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可是今天呢, 这个星期天里面对吗, 圣家在耶路撒冷也进行了类似, 抓周的仪式, 此时, 小小的婴孩耶稣已经满了四十天的岁数了, 据犹太人的经书传统记载, 新手的妈妈呢, 需要来到圣所为男婴做全方计, 并且为自己办赎罪计, 好使他满足起节礼所要的需求, 虽然同真圣国玛利亚呢, 还有圣婴孩耶稣, 并没有必要进行什么全方计, 或者是赎罪计, 因为两母子都是没有罪的嘛, 你做全方计还有赎罪计, 其实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 可是他们还是遵从天主所给的法律呢, 照做了起来, 办完了一切, 可是在圣家进入圣殿的那一刻, 突然间就杀出一个人来, 他的名叫西莫昂, 他唱着赞美诗, 然后他的那个意缘呢, 慢慢就成为了圣若氏, 以圣母奉献耶稣以圣殿的典故, 天上的不一样的色彩, 此时呢, 我们的圣殷海耶稣, 好像那在抓咒里内的小孩子那样, 抓了一把很利的一把利剑, 为他的首选物品, 在抓咒里的传统上面呢, 剑就是代表着小孩可能未来将会当上军官, 或者是军事的那个未来, 可是在福音里面内呢, 这把利剑乃是代表着圣家坎坷的未来, 也将会是圣母呢, 将为自己的孩子受苦受难心疼的一员, 这把利剑呢, 让圣家体会到黑落的王的愤怒, 使他们感受到逃亡, 埃及的辛劳及恐惧, 还有呢, 在这把利剑, 也让他们体会到那些遭毒杀无罪的那些婴孩们, 及他们母亲的无辜以及无助, 所以从这里看来, 这把利剑所行的事情, 真的是好多, 好恐怖耶, 可是, 有始至终, 圣家做了什么事情? 他们总是一起面对困境, 总是一同与那坚定不赢的信心, 跨越一切, 这个时候的圣家, 就好比应验了我们旧约圣主的家庭, 也就是亚巴郎, 撒拉和伊萨格的家庭的一些意向, 他们不仅是应验了圣主家庭的意向, 也成为新约家庭里面新世主家庭的一个未来, 这都是因为呢, 我们这个圣家, 也就是圣若氏, 玛利亚, 还有耶稣的信德, 和圣主家庭的信德是神分相向的, 应者信德, 就好像希伯来人书那样子写道, 圣若氏, 也就是我们的新的亚巴郎, 一蒙遭选, 就听命把那已经怀孕的童贞女娶了为区, 她照上主天主的所付的办了, 可是她不知道未来是何去何从的, 应者信德的童贞女玛利亚, 我们的新萨拉, 虽然不认识任何男人, 也得到了怀孕生子的能力, 因为她相信那应许者的忠信, 然而圣因哈耶稣, 我们的新伊萨格, 虽然不需要任何的信德, 因为她自己本身是天主子, 可是她的命运呢, 和伊萨格的一生, 是极其相似的, 要是你们不曾想过的话, 让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吧, 当亚巴郎受贪的时候, 献上伊萨格危机之前, 你们知道亚巴郎做了什么事吗? 知道吗? 睡着了, OK, 亚巴郎不只是将亚伊萨格当成是全方计, 她把那个需要用的全方计使用的那个木材, 放在伊萨格的肩上, 然后过后他们做了什么事? 他们就登山, 要去做全方计, 你试一下想想看, 伊萨格的这个举止, 不是很像耶稣吗? 耶稣自己本身, 也需要开着他自己全方计使用的十字圣架, 并且散散准备为我们做全方计, 对吗? 所以也就是为止呢, 伊萨格的那个意象, 就在耶稣的身上成全了, 唯独不一样的那一点就是, 伊萨格过后呢, 被一只公眠羊起带, 而耶稣自己本身过后呢, 是在十字架上面, 应援了所有先知们的一员, 他当时既是全方计的戴罪羔羊, 也是半全方计的诗迹, 所以从中, 我们可以学到了什么? 我们这里呢, 每一个家庭里面, 其实可以在很多方面呢, 效法我们的圣家的, 他们的德行, 尤其是呢, 在他们面对困苦的时候呢, 一同面对困境的那个德行呢, 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他们并不担心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 他们只是担心呢, 在面对事情那时候, 他们三个人, 永远分散, 也为此呢, 其实家庭的那个组织, 对吗? 如果我们可以在一同, 不只是在喜乐那时候, 一同喜乐, 在困境时候, 一同呢, 去分担, 去面对困境呢, 乃是我们圣家今天, 所要寄予我们的礼物, 还有教会, 所以呢, 今天, 让我们呢, 一同呢, 祈求圣家, 基于我们那个心得, 一同去面对, 我们生活上的种种的, 高潮与低潮, 并且祈求他们呢, 在这一方面呢, 永远不离开我们, 帮助我们, 面对重重的难关, So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In short, What I am going to talk about in this homily today, It is to tell all of you that during the time when the Holy Family, The Blessed, Our Blessed Virgin Mary and St. Joseph offer up our Lord Jesus Christ in the temple, The prophecy of Simeon regarding about what would happen to our dearest mother becomes also the prophecy for the whole Holy Family. So even in that short period of time, They did not live a peaceful life. They have to experience the wrath of King Herod, They have to try their very best to flee to Egypt, And they too suffer the hardship of any of the refugees in the world. They too have to suffer the fear and the sadness of all the parents who lost their child, Two years old and under because of the wrath of Herod. The wrath of Herod with this right they have experienced every single thing that we family can ever conceive that ever can imagined but yet during this time what they did is that they never abandoned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selves but they continue to stay together and with that great faith conquer all difficulties and trouble together. And in fact this the things that they do becomes a fulfillment of what the Old Testament has foretold to us that how they themselves become the new Abraham the new Sarah and new Isaac. And those who believe in God will continue to receive the blessedness and also the help from our Lord and this will be the lessons for all and every single one of us here today that we should be like the Holy Family continue to put our faith and trust in our Lord. And we continue to hope that they continue to help us to conquer all difficulties and troubles in life and with this may we continue to prepare ourselves and our hearts to celebrate their coming once again and may we continue to put them in our hearts so that when we face great joy of sadness they will never abandon us. Amen